根据东京广播公司11号的报道说 就此前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开始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社交网站引导国内舆论一事 日本防卫省对此予以否认 不过针对防卫省的说法 一些日本网民表示不可信 共同社9号援引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社交网站引导国内舆论 目标是让在网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无意识地传播对防卫省有利的信息 在网络上制造热门话题 以扩大日本网络用户对防卫政策的支持 或在突发试探时培养对特定国家的敌对心理 以起到扭转日本国民反战厌战趋势的效果 另据东京广播公司11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对共同社的报道予以否认 称这完全是与事实不一致的错误认识 防卫省绝不可能推进 旨在操纵国内舆论的措施 东京广播公司称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 深度伪造视频受到关注 日本防卫省也于今年4月 新设全球战略情报官一职 以防止有人用虚假新闻操纵舆论 日本防卫省计划进一步推进 在这一方面的应对 然而对于防卫省的说法 日本网民们反应不一 一名网友表示 从日本网站对新闻报道的选择 排序 投送方式 以及评论栏中的内容 和对评论的点赞和反对数量来看 有人在操纵舆论是一目了然的 不是近期才开始用这种手段的 还有网友表示 现在知道政府尚未考虑这种洗脑研究 松了一口气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在学校教育领域 进行这种操纵的话 多少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放心还为时尚早 这种操纵舆论是一种操纵舆论的